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立体红唇装 近日,当红小花旦迪丽热巴尝试了一款立体红唇装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迪丽热巴的个人形象 她一直以来都以清新自然的形象示人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的角色塑造 还是在综艺节目中的亮相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笑容甜美,眼神清澈 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 因此,对于她来说 尝试一款全新的妆容 无疑是对她个人形象的一种挑战和突破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款立体红唇装 立体红唇装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妆容 它能够突出女性的嘴唇 使嘴唇看起来更加丰满饱满 同时,红色是一种非常醒目的颜色 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因此,这款妆容无疑能够让迪丽热巴看起来更加亮眼 然而,这款妆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红色口红并不适合所有人 对于一些肤色较深的人来说 红色口红可能会显得过于突兀 甚至会让人感觉有些不协调 其次,立体红唇装需要一定的化妆技巧 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让嘴唇看起来过于夸张 失去了自然美 那么,这款立体红唇装是否符合迪丽热巴的个人形象呢? 我认为这是迪丽热巴对自己以往形象的一种突破 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立体的它 是自己的公众形象更加丰富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尝试立体红唇装是一种勇敢的尝试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给予它肯定和鼓励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尝试不同的妆容 去探索自己的美 而真正的美 不在于妆容的选择 而在于自信的态度和独特的个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